好來 繼續來看台北邦家的青山宮 連三天來料景 因為這個青山宮 主要是拜靈安尊王 秀稱青山王 有這個文憶慶慶慶慶慶慶慶 所以在前期的營情 還在吃辣的時候 基本料景是特別有意義 就參加出名的北京媽祖 在人八十五年後 也在一處坐火車到台北 跟青山王來訪民 整個邦家 臨山人海 因為青山宮在基盤溫徵活動 現場都是怕勞弄國的聲音 因為他是自瘟疫之神 所以不只要保護蒙甲的居民 這次透過整個活動的這個承辦 讓更多的民眾瞭解 青山王不只是在蒙甲 而且是保護了全臺灣 邦家青山宮在在青山峰年去的 國際的領安尊王又叫做青山王 過去就讓令委可以保護民眾 對抗運益 在這時候 基盤大規模的運眾 真有意義 愧為了八十五年 從一九三五到二零二零年 北京媽祖再度的利臨猛獎 那些八十五年 北京媽祖又一次多代替政筆 跟青山王來一個世紀 面會 跟青山王旁邊的總軍 也對世代演變 出現年末末版本的總軍 用不一樣的方式 展現傳統文化 也讓民眾看到 錄劉播出現年末末版本的總軍